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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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撫養Sam叔和前妻所生的兒子 新婚的時候又沒有穩定收入 唯有住在天台前建屋 只是靠愛 為何還能夠吸引大家 私手當白頭 謝謝 這位畫的是牧師, 是嗎? 對… 挺像 不過師母不太像 這是我女兒 這幅畫是她畫給爸爸的 爸爸生日 她原來是女兒畫給爸爸做生日禮物 畫得不錯, 什麼時候畫? 去年爸爸生日才送給爸爸 她什麼時候開始學畫? 她很小時候畫畫畫 對, 譬如有時爸爸出去公幹的時候 她想念她 她為了表達自己很想念爸爸的感覺 她又畫這些畫 這個就是爸爸媽媽牽著手 這個就是我兒子的 這個是我兒子畫的 她是幼稚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這個比較清楚 寫出四、五歲的時候 爸爸媽媽, 我愛你 多可愛… 爸爸很心甜 當然了 女兒是爸爸女兒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張 這張是我老師 送給我的第一張生日卡 那時候還沒結婚 留到現在 不用了 值得保留 值得… 我們尊重 可以不可以帶她來看嗎? 不看了 寶貝, 收藏 寶貝, 寶貝 請問牧師師母,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很奇妙的 因為當年開芳在苗街 我舉辦一個拳能報道訓練班 去她的教會做廣告 她就簽了來參與 她就很奇怪, 寶貝考雲 中間的字, 我H-O-U 我看了好像是H-O-N 我以為是漢, 這是男生 我是想找一個男生 來幫我做助理 就在苗街探訪比較方便 沒錯 好了, 那張照片填了一個名字 我看錯了 又有個電話就打去 告訴媽媽 我媽媽接電話 就說, 余漢雲沒有這個人 余漢雲就有 你看, 等了, 幸好她沒有CUT 對, 否則她沒有了個老公 這樣我們可以連結得到 然後呢, 就自己在路 就這樣順利 我們從這個參與事工開始 我發現原來她的好父 都是她關心貧行人的 阿神也給她這個異象 我帶著她去探訪 諸如此類 完了, 送她回家 她住在皇國 順理成章 一拍, 差不多合了 不過在合之前, 我們也有談談 究竟我們可否結婚組織家庭呢 那你說一下當時 我怎樣向你求婚 其實她沒有向我求婚 那你就說我願意嫁 人家沒有求婚, 你就願意嫁 她提出兩件事 她說如果跟我結婚 第一, 你要想 會不會如果我坐牢的時候 去第三世界, 國家裡 去幫人的時候 被人抓了, 坐牢 你願不願意和我結婚 為夫婚的結婚 第二件事就是 我結婚後 就會開放我家裡 請一些人來住 那你願不願意嫁 還有這些人 可能是黑社會的人 是吸毒的人 那這兩個條件 開出來 她當時 你第一個反應是怎樣 其實呢 因為我已經和她 一起在廟街裡 一起在服侍 其實自己的心裡 也有這種夢想 我就說 這個人真的有夢想 就是因為你問這兩個問題 我就肯嫁你了 這是求婚的條件 亦是你過我兩關 所以我沒有正式求婚 我只是開這個 我覺得神給我的抱負 如果你當我太太, 當我支持者 然後我走這條十家的路 你必須要認同這個神給我的照明 就是做這些這麼困難的師父 對… 真的我們很難同心合意 沒錯 走這條十字架天國的路 我們其實就是因為夢想 就一起走在一起 在廟街相遇 然後就是這樣結婚 對… 二十二年的婚姻 在結婚初期 可以說是常盡金苦 但黎真滿牧師和師母 卻是做到聖經所說 似乎私貧窮卻是腐躁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 究竟他有沒有錢 有沒有樓 那時候不是牧師 又沒有社會地位 還有一個兒子 那你為何要跟他結婚 我前妻留下的弟弟 那個大兒子 我們結婚後 我就要求了一個庫養權 其實買一送一 還有一件事 牧師過去的歷史 不會令你覺得 考慮一下 會不會有呢 因為她過去小小的經歷 是呀 我媽媽也問過這件事 她說 看到她 有些刀疤痕 你不怕嗎 其實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已經變了 反而我被她的品價吸引 我還記得有一次 在廟街裡 我們認識了一個露宿姐 她的頭髮不是一塊塊 是一塊 你知道嗎 一頂 一頂 她就去跟她剪頭髮 還跟她洗頭 我還沒見過那些 那些男人這麼好 我覺得她 反而她的品格 她的愛心 成為我的吸引 對 但是呢 兩個人共同生活 實際都要的 是呀 當時我們 其實準備結婚的時候 都沒有扭住 因為大家都有祈禱 沒有扭住 我們都會繼續去服侍 對 我覺得真行神的旨意 神就會祝福 是呀 信心很大 去到肉器市場 認識了一個小販 廟街的街坊 嗯嗯嗯 她說 你們結婚嗎 沒有扭住嗎 有聊天 大家聊天 我有個單位 你上去看一看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我們就有地方 原來是天台 七樓沒有升降機 那些潛建屋 用石棉瓦鋪頂 屋頂下 晚上在露宿跳叉叉叉叉 是漏水的 是英國分的嗎? 不是經常下雨 不過我們知道有流水的地方 就補回它 我想是因為… 其實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理想 有抱負的 走在一起很難得 在雲雲眾生裡遇到一個… 合自己心意的 沒錯 又英俊的 是嗎?又願意支持他 也是自己的理想 願意繼續這樣下去 願意肯付出 為主的緣故, 委屈一下吧 我真的不覺得委屈 真棒 那我委屈吧 都不委屈 相愛的人去共同生活 是… 其實看來好像貧窮 大家心裡是富足的 其實《聖經》也說 似乎是貧窮, 卻是富足 似乎一無所有 當時其實每樣都有 以前沒有的東西 過了二十年 我們每樣都有 無論在經濟、住、健康、身體 弟弟國讀書 我覺得真的超越我們所想所求 很缺乏 婚後第三年 黎絲夢懷孕 本來是一個很開心的消息 但同一年 Sam叔證實患上肝病 最艱苦的一段時間 是他患病的時間 即是… 92年差不多 我發現我有一個絕症肝病 突發的時候 肝炎 即是那個… 發現那個… 發炎的程度都挺高 那時候 我還很記得那時候 他要經常跟他打針 師傅自己跟他打針 我其實不懂得打 不過都要逼著打 為何不去診所去打呢 那時候我們打針 其實就在大陸看那些 肝科的專科教授 你們在中國嗎 是的 因為香港、港大、中大 所有教授都說沒得醫 沒有藥了 那我就知道大陸 對於肝科 特別是肝炎這件事 是比較有藥物治療的 那我就去大陸那裏求診 當時要打那些針 是要打屁股的 還有那些是油劑 那些針筒要粗一點 打屁股因為我要轉身打 打到屁股已經硬了 硬化了 那我要大力刺下去的時候 有時候刺不下去 刺不下去 我就叫太太 原本自己打 對,自己打 她就… 多久打針 隔天打針 這樣她就要… 因為起了繭 起了枕 所以她要很大力地 壓一支針筒進去 那時候其實都… 針一針都挺艱難的 我相信 因為為什麼 如果照顧一個病人 已經不容易了 而打針的時候 你刺下去會痛的 你刺的是你所愛的人 那種艱難 我… 心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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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